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坐着沙发出来跟大家见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感受吗 很舒服 然后还蛮有迷幻感觉的 迷幻的感觉 听说你平常私底下也是个特别宅的人 所以你应该平常跟沙发的交流会非常非常的多 对 太多了 就是我基本上起了床 起床之后就基本上坐在沙发上了 所以这款沙发跟家里的比起来呢 很舒服 因为它 我刚刚坐了之后就是 因为它可以调节嘛 然后也可以 还可以在前后摇 对 其实它的黑科技还远远不仅如此 我知道一个特别喜欢宅的花花跟沙发之间 肯定会有很多的故事 比如说坐姿 就一定不是我们想到的 仅仅只是坐着那么的简单 对不对 那接下来其实啊 我们活动的主办方在活动开始之前 也特意在网上 搜集了很多一些跟沙发的酷炫的造型 接下来我们大屏幕显示一下好不好 我们看花花 你能从这八个造型当中 任意的挑选几个 我们来现场凹一凹 好不好 各位说 有北京的二郎腿 连左下角的那个难度特别高 对 这个我是做不到的 做做不到 所以你自己觉得哪一个 我们先选一个 你平常可能是做的最多的一种姿势 好不好 这个北京摊 这个好像比较多 对 北京摊 对 花花摊今天是 还有一个二郎腿 二郎腿也有 对 这个用的蛮多 然后连花做也比较多 行 那我们就光收不练甲把 是我们来试着凹一凹造型 好不好 来 沙发就在这里 试一下啊 各位啊 Pars One 我们来猜猜看 它摆的到底是哪一个姿势 好不好 啊 对 我得让开一下 这个一定是很多人要拍照的 对 所以这个的名字叫做 不对 怎么叫北京摊呢 应该叫做 对了 花花摊 今天啊 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 所以第二个呢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这个是我一般 对 你让大家拍 这个一般我唱歌的时候喜欢 对对对 这个就很酷了 所以再加上一段RUF啊 什么之类的 就非常非常酷 这是二郎腿 这个叫花花式二郎腿啊 所以再来一个好不好 什么什么 人家 他们的意思说贵妃躺是最右下角的那一个 特别特别的渴 这个 这个 要不你看 你看你能怎么样改良一下 用你最舒服的方式 这个要敲锅一个新的 等一下我试一下 哇 花花式贵妃躺 各位满不满意 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妖娆哦 真的 花花真的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特别可爱 但是唱歌起来那些高音又特别可怕的人 太有魅力了 所以凹造型 各位还满意吗 是 待会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的环节 等会儿跟花花一起慢慢来聊 当然花花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回到舞台中央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需要你来完成 因为没有你不行 好吗 因为我们这个沙发呢 线上的首发仪式 就需要花花来参与 当然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请上我们的顾家家居总裁 李东来先生 和天猫电器 每家事业组总裁 应景先生 二位一同来到舞台 我们三位一起来尾这款我们的能量舱的炫酷版 做一个线上首发的仪式 来请工作人员准备好道具 有请二位 好我们花花站在中间 来我们的 李总还有音总一起 好 当然各位趁着这样的时间 我们也举起手机 当然不要忘了来配合 我们同样按照老规矩 倒计时三秒钟好不好 预备 三 二 一 来请三位按一下前面的按钮 随着一声空灵的音乐的声音 这意味着我们的能量舱炫酷版 线上首发成功 掌声鼓励一下 同样 也谢谢花花 谢谢我们的两位 当然请不要 请留步 请三位先留步 我们的这个呢 这个呢 请工作人员暂时撤离一下 好不好 待会我们在屏幕上 各位会看到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 各位通过淘宝或者天猫的APP扫描 就可以马上预定 我们现在刚刚首发完的这款能量舱炫酷版了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再过几天啊 也就是我们的4月16号 我们的顾家家居天猫超级品牌日将正式进行了 其实这个日子呢 也是我们的顾家家居的生日 既然是生日 请三位分别送一下祝福 可以吗 来 李总 要不先来 好 好 这个今年呢 正值那个顾家家居创业36周年 那么祝我们的这个顾家 尽管时间已经算比较长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活力 也祝愿所有使用顾家家居的用户朋友们 和未来的用户朋友们 生活越来越好 越来越顾家 越来越爱家 谢谢 谢谢李总 那应总接下来 您也送给祝福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 能有机会跟花花 还有李总在这边见证 今天非常有生机 盎然这样的年轻的一个超级品牌日 所以我也期许30周年的顾家 未来越来越年轻 而且我们跟年轻人的互动也越来越多 谢谢 谢谢 谢谢应总 那花花 好 我就简单一点 就祝顾家超级品牌日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花花 但是祝福虽然简烈 可是里边蕴含玄机 刚刚花花讲的第一句 顾家超级品牌日 这几个字 就是我们天猫的密令 各位只要打开天猫APP 再搜索框书这句话 就可以参与我们线上首发的一次抽奖了 好了 既然是生日 当然一定要有生日蛋糕了 我们请工作人员呈上我们的生日蛋糕 咱们的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对 我们前面 既然我们同样要有请三位 好不好 我们同样有请三位 一起来切下这个生日蛋糕 好不好 打开这一项 我们能量苍炫酷版首发之门 好不好 来 三位 三位一起 拿起旁边的生日蛋糕刀 来 定格一下哦 因为这一瞬间有很多镜头特别想记录 来 三 二 一 哇 哇哦 股家家居生日快乐 南辆苍炫酷版首发了 谢谢 再次感谢英总 谢谢李总 谢谢二位 请入席就座 谢谢 谢谢二位 工作人员我们会到手把这边啊 先看看我们在旁边简单来聊一聊 我们要回到花花身上来了 对不对 真的是有千言万语的问题想问你啊 真的 于是我们主办方呢 又收集了很多粉丝在网上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想问你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比如说 花花在写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小癖好吗 写歌 什么你们又知道 对我写歌的时候不喜欢穿衣服 然后会 我会 但是我也会坐在沙发上面 就是找灵感 就全坐起来吗 因为我其实 因为我很宅嘛 然后每天一起 起来之后 坐在沙发上会 打坐 然后 然后 坐一整天之后 会有灵感来 要坐一整天那么长啊 对 哇 花花打坐一整天 各位想象一下 那样一个美丽的场景 很多很多 真的老公应该就要呼唤出来了 所以这样一个动作真的会有帮助到自己写歌 获得更多的灵感 对 因为整个人是在静下来的 对 然后会有灵感 所以自己大部分的歌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写出来的吗 那还有睡觉睡出来的 梦里已经把它作词作曲完成了 对对对 梦里面会有写歌 对 第二天还记得住 就是有时候会记不住的 记得住的很少 这是一般我记住的 我就会立马起来就续写了 嗯 好 谢谢花花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糊弄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蹦出一个词 什么 对对对对 被很多的粉丝全部统一称为老公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啊 对 不知道 就是有一点点会有点害羞吧 对 会有点害 人家都害羞了 但是一个老公可能会害羞啊 就是排山倒汗的老公啊 就如潮水般涌来的话 会不会把自己震住 会啊 有一种自己在被 被上千上万人在调戏的感觉 哈哈哈哈 花花真的特别可爱 那这样吧 我们反过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既然他们叫你一老公 我们在想 如果你未来的 呃 另一半 女朋友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啊 哈哈哈哈 我 我 呃 我 我喜欢偏低调一点 嗯 对 然后 呃 头发长一点吧 对 对 长发一点 从今天开始 你不知道会有很多的女生啊 就开始 不会再剪头发了 哈哈哈哈 长发的 对 长发的啊 那这样 我们接下来坐着聊 好不好 好啊 这样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 是是是 当然今天我们可能 大家见不到打坐那样的姿势来聊天 但是这样可能也是 哇 哇 最舒服的一种方式 对 哇 都都不太想聊天了 现在这样再唱一会儿歌就好啊 对 所以呃 你喜欢头发长的 嗯 对不对 呃 那呃 那种演员啊 或者是第一面的感觉呢 呃 第一面的感觉是吗 嗯 就是呃 呃 第一面的感觉可能会看眼睛 看眼睛 呃 对 眼眼 大眼睛 小眼睛 单眼屏 双眼屏 这个 这个其实没有 没有要求 就是 只是 他的眼神要 嗯 看起来很 干净 对 就是眼神看起来 就是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见面之后 会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你见到他之后 你跟他讲两句话 你会觉得他的那个眼睛里面是 OK 在 放光 放光的 有有内容 对对 像在对你说话 我其实比较喜欢空的眼神 喜欢空的 对 那我是示范不出来了 底下全场的朋友一起放个空洞的眼神 看是什么样 哈哈 好 那呃 如果假设 你现在找到了一个长头发 并且眼神非常空灵 第一面感觉特别棒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最想带他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先教会他 嗯 那个 打游戏 打 你平常打什么游戏 打那个 就是那个手柄游戏机 就 就 PS那种 对的 PS游戏机 所以你要跟 喜欢跟女朋友一直在家里打游戏 呃 对对对 因为因为 因为其实 我 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打游戏 那其实我很 我有时候会很想有一个人陪我一起打的那种 啊 你们谁会打游戏 不仅你们我都会打 好不好 哈哈 所以打游戏 打累了之后呢 嗯 打累了之后可以再打台球 打台球你也喜欢 对啊 所以都 嗯 对 然后 会 会 会做饭也可以 会做饭 你 你做饭怎么样 啊 你做饭怎么样 我我我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自学的那种 嗯 但是但是做得很很很差 坐着坐着 他从后面抱住你那种感觉 呃 哈哈 没有我我希望他来做饭 对 他会做饭 对 让你从后面抱着他 哈哈哈哈 来教你切菜 啊 对 这样感觉 可以 我我我不会切菜 哈哈 所以最后的大厨一般都是下锅的那一刹那切配都是由别人来的啊 嗯 花花自从我们的这个选秀出道以来啊 进入娱乐圈也很长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到目前为止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很适应这个生活节奏 因为因为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呃 睡了吃吃了睡 然后对 然后现在呢 我也是如果要放假我也会放一个很长的假 比如说嗯 今天这个活动等于是我 开年来第一个呃 出来工作的活动 会给自己比较长的假期 对我也放了个很长的假期前段时间 哦 然后这一段时间就完全的放松 呃 我猜测一下不会是天天在家里打坐吧 哈哈 我在我在国外 然后也是 这是基本上里的呃 呃 呃 但是也出去对 rund 但出去就是生活 就是去超市买一点日用品啊 这样的 做饭的 OK 现在这样的聊天感觉舒服吗 太舒服了 很舒服 而且有很多的按钮 这边脚甚至都是可以抬的 而且这前后摇 包括我们刚才听的一些介绍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酷炫的功能来演示出来 当然了 这样 我们舒服一阵 然后玩闹一阵 我们再舒服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哗哗 来 我们一起 希望此时此刻 我们给粉丝发放一点点的福利 我们做一点更多互动性强的内容 好不好 我们来玩一个比划猜的游戏怎么样 接下来呢 当然是由我们花花自己来比划 各位来猜 好不好 我们就要考一考花花了 好不好 现在这个题板呢都已经在我这里 但是题板上写着什么 各位是完全看不到的 只有花花看得到 我们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 如果谁能猜出来的话 嗯 你就会获得花花的关注 你没办吗 好不好 来 我但是我可以说话吗 我不说这个词 我们先试着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 好不好 怎么样 你感觉 OK 很难度吗 我们按照顺序来 简单的 简单的 好 第一题 看好了啊 我不给大家看 来我让开舞台 给花花来表演 第一题很简单的 三个字啊 三个字 就是我刚刚这个动作 嗯 还差一点表达方面的一些 什么 花花刚才指的是谁 最后一个字是 来我问一下 你大声说叫什么 葛优唐 没错啊 答案就是葛优唐 回答正确啊 那第二题 这个有一点点难度 这个好难啊 这有点难度了 考考你好不好 四个字啊 四个字 然后 第一个字是一个动物 动物它 嗯 对对 牛 什么什么什么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们在开始设想这些题目的时候 都会觉得 会不会太有难度了一点 那各位 稍微给一点点面子 好不好 我们假装一下 不知道 对不对 让花花都表演一点 各位想看的 对不对 好吧 第三题 这样我们给花花 再大一点点的难度 尽量少说话 好 不说话 好不好 第三题 第三题 好 嗯 对 第一个字 对了 后面 最后两个字 也对了 猫什么什么 关键是中间这个过程 看能不能演一下 猫怎么 对 啊 这很简单 非得把这个动作 猫抓老鼠啊 回答正确 好 第四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演 但是可能对于花花来说 也不需要演 各位来猜猜看啊 有点那么个概念化的一道题 啊 哈哈 第四个是 不说话啊 这道题我们不说话 试试看 呃 呃 这个怎么形容呢 呃 什么样的人有 谁谁谁说了一句老人是什么什么 因为有胡子 对啊 我 我 谁说的 刚刚有人说了 所以你你指的是谁 我问他一下 是他吗 你说的答案是什么 落三胡 不是不是不是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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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这属于什么 什么样有 谁说的 什么 呃 对 然后 啊 谁说的 哇 太聪明了 你说的是什么 所以好男人是谁 哇 谢谢 谢谢 都是好男人 都是好男人 所以好男人就要懂得生活 要懂得唱歌 要会可爱 还会在家里蜷缩着 全裸写歌 就是画画 对不对 谢谢 我们把满自信再次放这一遍啊 谢谢 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呢 就进行到这里 呃 还要不要更多 深层次的一些互动呢 各位 嗯 这样吧 我们接下来呀 把这个 提问的时间 我就把全力 直接让给我们的粉丝 好不好 各位想对花花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时间有限啊 各位赶紧想一想 给各位的全力好不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 还是花花自己来点 我我先点一个哈 那个 对 就是这位 呃 半长头发的这位 对对对 黑T恤的这位 你想说什么 大声说出来 后面的一句是什么 啊 她跟她的问题啊 跟前半句毫无关联 这个 这个 花花读书的时候很优秀 那么请你用与其不如造句 我的我的语文真的很不优秀 对 我读书就专注音乐 与其不如是吗 对 与其不如那我 呃 今天 既然来到了顾家来唱歌 与其不如 也带一个沙发回家吧 啊 好厉害好厉害 我们这几位老板们听了都非常高兴 啊 对 什么 刘总怎么样 送 送 啊 送一个回去了 有多了一个可以全速的地方在家里 谢谢 谢谢 与其不如 我刚刚还想到了一句 可能还代表了我们粉丝的心声 与其赢得了全世界 不如独享花花的心 哇 这个句子也应该很厉害 是 好 那朝着这样的一个问问题的方式 对 各位可以发散思维好不好 那就 对白衣服色的这个姑娘 对 嗯 什么 对 看你的嗓音怎么样啊 花花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睡前 那个睡觉之前能玩多久的那个手机 手机啊 我最近很少玩手机 我以前 我以前玩手机 睡觉之前我会打一下游戏这样 然后 也不会玩太久了 我一般躺在床上就想睡觉了 对 然后最近 不太玩手机了 对 不太玩手机 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态度 呃 那个怎么样 哦 好 就是我们先把前排的先叫几个 好不好 来 来 就是你了 小姑娘 嗯 哈喽 花花你好 嗯 你出国的时候 发过一个 你喂了一只 四角两栖动物的视频 请问那个动物是什么呢 哦 那是一只蜥蜴 是一只海蜥蜴 那只蜥蜴每天都会爬上岸 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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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别墅的那个 那个 岸边 然后就 趴着晒太阳 然后一到晚上 它就回到海里了 早上又起来 就是每天都会来 很神奇 对 哎 花花平常 有在家里养动物吗 呃 我没有时间养动物 可能照顾不到 对不对 因为经常要工作 对对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想养的是什么动物 我想养 啊 我想养太多东西了 嗯 是 是我们平常常见的 阿猫阿狗这些 还是说 真的会养蜥蜴 啊 那个海蜥蜴 我就很想养的 真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 攻击性 它没有攻击性的 就是它是 它是跟 就是 在国外 就是 他们 外国人 他们对这个蜥蜴 是非常友好的 他们会 对 然后我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 每天还有海豚 出来 还有海狮 都会出来 对 然后我就 总是喂他们吃的 对 很多粉丝这时候 养什么蜥啊 养我啊 对 来来来来 谁来问 谁来问 我们后排来一个 好不好 我们给一个男士 一个机会 好不好 来来来 这位小伙子 那个 你喜欢把胡子刮了 还是留着胡子 他喜欢 他问你 是不是喜欢把胡子刮了 对 我 我如果生活当中 我是懒得刮胡子的 对 如果我可以 如果我一直不工作 我可以一直不刮胡子 这样 所以之前胡子 最长留过有多长 还蛮 还蛮长的吧 有 可以 可以把它卷 用手指卷起来 就姜子牙那种吗 对 那边变成了刚才 好男人的那种描述了 所以 你就想知道这些 对不对 那从今以后 你应该 不工作的时候 也不刮胡子了 对不对 哈哈 哈哈哈 OK 来 呃 好 我们最旁边的那位 戴眼镜的小姑娘 好不好 来 呃 花花你好 呃 我想问的是 你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 是什么 哦 我没有发过朋友圈 就是 我 我从来没有发过 任何一条朋友圈 对 呃 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没有 因为我 我也没有什么 想要分享的东西 就其实 呃 我 我基本上 我愿意分享的东西 我都已经在 微博上面已经分享了 那其实 像朋友圈 就是 呃 我自己从来 没有发过一条 对 会不会 我对你的了解 就是那种 是一个需要 渴求安静的人 对 就是 所以 因为 因为其实我在出道之前 我是 我是没有微信啊 这些 这些东西的 我 我也 我也不会上网 就是 哦 我会上网 但是我不上网 就是我的手机就是 没有这么多功能 对 然后 呃 就是 就 我得比较纯粹 对 我是因为出道之后 因为必须 因为工作关系 必须要建一个 那个微信群来去 说工作 然后我才去 申请了一个微信 嗯 OK 所以万一哪一天 不小心 加到了花货的微信 不要认为 它删了你 它真的没发过朋友圈 对 我很多朋友都以为 我是把他们屏蔽掉 但其实没有 对 有人 有一个朋友 就直接在下面说 我是真的没有朋友圈 就发了这一条 哈哈 忘了让别人引起误会 来 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看一下谁问 谁问 嗯 我看一下啊 短头发的那位女士 好不好 我看你的胸牌上 还有一个小的 华晨宇的这个 对对对 来时间有信啊 各位粉丝抓紧啊 我想问一下 你最近最喜欢听的 是哪一首歌 最近最喜欢听的歌 最近喜欢听的歌 我最近喜欢听一首歌是 一个 我看了一部电影 它叫 《降临》 《降临》 然后《降临》里面的一个插曲 里面只有交赏乐 对 然后 没有 没有人唱的那种 对 然后我还蛮喜欢 它的那个旋律感 所以平常听的音乐 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 纯音乐也有 对 什么都听 哇 所以才会写那么多 好听的歌 好吧 我们时间有限 暂时就到这里 当然了各位啊 花花在微博上 可以进行的 踊跃的留言 好不好 也许呢 也会回答各位了 那接下来我们花花呢 嗯 要展现出更加可爱的一面了 因为今天各位在现场啊 来之前 在我们的外场上 应该也看到了 我们有一个抱枕大作战 正在启动当中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 给我们的花花 送上几个抱枕 你要开始打响 我们的第一枕 好不好 打谁呢 我们的几位boss 好不好 有boss贴的boss们啊 我们可以 可以来到舞台 接受我们花花的这一次 抱枕大作战的邀请 好不好 来 刘总 还有谁 还有小朋友 来 来 包括我们的 对 我们的天猫的吉祥物 天猫呢 还有我们的顾家牛牛啊 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来 我们天猫 把这个抱枕给花花 对 男者的机会 要不要合影一下 来 对一下啊 OK 好 接下来 花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啊 身边的任何的一位 甚至是一个玩偶 都有可能是你的抱枕的一个击打的对象 好不好 来 我们请各位啊 站成一排 让所有人都看到啊 我们待会可以玩闹起来 待会可以玩闹起来啊 来 花花前面一点点 前面一点点 来 打谁呢 哇 这个我为各位申请一下 要不这个 刘总可不可以给粉丝 这个抱枕给粉丝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 好不好 好 各位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就一个了 就一个了 就一个了 注意安全 各位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抱枕游戏的话 我们在场外 正在进行当中 各位参与我们的游戏 就有可能提过 获得我们国家家具 为为准备的一个神秘的礼物 好不好 为了花花的安全 我们先请花花 躲到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再次谢谢花花 谢谢 谢谢花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各位 掌声和尖叫声送给花花 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演出 谢谢 谢谢你 下次再见 各位粉丝们 千万不要忘了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抱枕大作战 已经开始了 各位 我们场地呢 就在我们的入场的场外的 那样一个抱枕大作战的 一个专门的区域 参与活动 具有可能赢取 我们提供的神秘的礼品 当然了 在天猫直播 关注我们活动的消费者 刚才有花成语喊出的 顾家超级品牌日 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猫口令 再次感谢各位 希望今天各位玩得开心 谢谢花成语 谢谢所有的粉丝们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